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挥达的重磅级财报 也因此今天晚上公布 明天早上一开盘 到底如何反应 往上冲还是往下崩 在今天我们要来个大解析 好 当然在今天 电子成交比重回升到将近七成了 不止电子 金融传产在今天 都有龙头在带 所以接下来将会大风吹吗 到底未来这电金船最强的领头洋会是谁 在今天请专家来告诉您 还有房地产不止股市热 房地产也是抢抢棍 今天我们出了要问 到底房市的发烧何时了 还有没有注意到 礼拜一赖总统的就职演说 对于住宅政策琢磨得非常的少 为什么 为什么避而不谈 是接下来还会无而而知 还是小心将会大破大力的大力整顿 今天请教四位来宾 首先邀请到时冯老师晚安 祝华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接下来补张固有谁 今天请到圣洁老师晚安 祝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美国股市有没有机会帮推一把 祈到了期展晚安 祝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股市这么热 房市也好热 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李同龙理事长李商晚安 祝好大家晚安 台北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首先台积电今天大涨了23块钱 再创新高带动了电子全职股 索罗门今天飙涨停也创高 带动了机器人概念股 还有今天的AIPC 华硕 宏基今天涨停 华硕一度的涨停 带动了好多老AI股 在今天也跟上来了 电子 金融 传产都有领头羊在点火 带动了指数大涨了315点 收21551 今天量能4456亿元 几件事情我们今天延伸出来来谈谈 第一个是大盘今天创历史新高 贵买也不落人后 今天同步往上 尤其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回升到了68块要七成了 能不能为这个多头 吞下一颗定心丸 第二个是 今天不管是大盘或者贵买指数 上涨加速都远比下跌加速还要更多 气氛还是很热络 34档涨停没有任何一档的跌停 再加上今天三大把人 外资竟然在挥达要公布财报之前 今天现货大买了321亿元 不止现货买 期货的空单今天减了2500多口 慢慢的降低空单的水位 目前空单5663口 台币在今天虽然升值幅度不大 今天趋势是偏深的 难道台北股市都没有破绽吗 亚洲股市昨天都涨 我们涨得最多 今天都跌 但是我们逆势的抗涨 而且还再创新天价 也因此明天过后 石方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了 研判一下今天晚上 全世界堪称最重量级的财报 叫挥达 挥达公布财报之后 网上冲还是往下崩 我觉得基本上挥达符合预期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 甚至略为优于预期的可能性 还是几率比较大 可是大家很贪心 要他非常令市场经验 能有法度 对 这个部分就比较难讲 那为什么会比较难讲呢 就是因为挥达这一次 他在上次GTC大会 他推出的GB200 其实得到四大客户 大家知道四大客户 就是亚马逊 Meta 然后Microsoft 这些叫四大客户 非常的一个认同 那Meta是不是就调高 他的资本支出 但他调高资本支出 不是增加他的购买数量 他是直接跳过去 B系列 B100 B200 H200 H200 G200 G200是很贵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空窗 就跟美超委一样 美超委是不是 这一季的一个财报也没有优于预期 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性 这比较难讲 但是台平股是大概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说 因为挥达目前的晶片 仍然是供不应求 不管你是不是有所谓大家跳过去 但是你跳过去 你还是要这些的晶片 所以我就挥达符合预期的可能性上面来讲 应该是100% 但是能不能够到200 300 就2004到300 尤其300才叫优于预期嘛 2004叫浮回去 2004我觉得是OK的 但300我就不确定 所以台北股市在明天里面 假设他是到300% 优于预期 那我觉得龙头型全资个股会动 龙头型的全资股 尤其是AI伺服器相关的概念个股 带指数的会动 因为外资会买 可是台湾已经先行押注在两天到三天的中小型个股 譬如说机器人概念个股这一些 我觉得有可能就会开高走低 好 所以如果高于预期 有可能大型全资股换他们涨 那指数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只不过小新指数在往上攻的时候 有一些中小型股可能会因为涨多而开高走低 对 因为你看在今天里面来讲 它已经涨这样对不对 明天再涨会不会拐离太大 对 那拐离太大 那我就说 现在台北股市 每一次都一波攻顶 每一个类股你看银件个股是不是 一五类是不是 就一波就攻顶 所以它这股票 大家一波攻顶之后 因为今天里面来讲话 反正扫地机器人也在涨 跟机器人螺丝的也可以涨 对不对 只要跟机器人扯上边的都会涨 那你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拱进去了 对 那公布财报就算是利空也照涨 那就表示今天很多人卡进去 那卡进去 你觉得它明天里面来讲话 是要跟你天长地久吗 有可能这边就会卖掉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中小型个股 因为OTC的一个多方指标是蛮明确的 我觉得有部分的个股在涨多 乖离太大 可能会开高走电 我们今天要帮您问出来有哪一些 那是不是要换股操作 第二件事情我想问 大盘涨到今天 我刚刚扫了一遍 看起来好像都没有破绽 大盘真的都没有破绽吗 其实大盘的技术 没有一直跟大家讲 是有破绽的 是哪里 如果以集中市场上面的破绽 就很明显 譬如说它今天指数是创新高 是有量吗 量没有过高 KD有过高吗 没有 所以它是双背离 双背离 我们说假设你越过了周线 我们来看周线 假设你越过了周线 就是15152连接1736 这个高点划过来 那基本上而言 你可以发觉到 它背离的情况是更明显 那你看这个 这个叫做熊市背离 熊市背离就是 我不一定短线之中 会看到你它的杀伤力 但是在中线 你可能会看到它的杀伤力 所以短线不一定会 因为这样马上拉回来 但是中线的操作 就要小心一点了 可是问题就是 过去里面 一直跟台湾股市缺席的内支 这代表OTC市场 台湾股市怎么创新高 OTC有创高吗 OTC都没有 因为这一波都是外资 就一下子拉台积电 一下子拉金融各国带动上来 OTC今天收253 历史新高是300多点 对好 那OTC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它反而比较没瑕疵 第一个它位阶低 你看在最近里面 有涨一些位阶低的 那第二个它有量 第三个 越过去这个有带量 那是不是要代表这个是底 那如果这个是底 那个带量 那量市价的先行指标 因为它有机会挑战这个 所以反而在这种过程之中 OTC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因为520 一直在护航的全职各股 各方面它是有瑕疵 那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我们就看未来后520的时代 内智力能不能够去做抬头 好 所以后520盛世再起的话 大型全职股 如果明天来自于汇大财报 不错 有机会再攻 那虽然很多的中小型股 有可能开高走低 但是贵买没有破绽 所以怎么选股票 太重要了 今天来告诉你 我们先从今天排名的热门股 来看看这些热门股操作策略 然后如果您手中有类似 这种的个股该怎么操作 好 现在就来看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们就说 之前我们就谈到说 AI PC跟MB是最早可以受惠到AI的 那Coprate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一堆的影片 华硕说 这个有多棒 这个有多好 所以在最今天里面 两大品牌公司都大涨 一个华硕 一个就是宏基 那我就问大家是 华硕成长力比较强 还是宏基成长力比较强 如果以第一季季报而言是华硕 可是谁拉涨停 宏基拉涨停 那就告诉你说 这个台北股市 它管你基本面 它就管你价格 价格的考量 它便宜 它便宜嘛 因为你华硕一张要买到50万 对 宏基一张只要5万 所以大家就买宏基 可是宏基的股性 有没有比华硕票汉 过往里面而言 它没有很票汉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今天拉涨停 它就出现了五日均前 正乖率过大 你不要做追高 可它今天是出量的 它会去挑战前波高点 今天是出量 我们说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知道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它会去挑战56.3 但是过了56.3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过高 它不会过高 所以你过了56.3 要不要再去追 你就不可以再去追高 所以如果它过高的话 先等一等 那我问 因为其实它也不过就挑战今年新高 再往前 我算了一下是2010年前波的高点 大概13年前的高点 如果我看好宏基有续航力 接下来AI又这么多的题材 我想要卡位宏基 怎么找好的时间点 其实我觉得卡位在这些所谓的AIPC跟NB个股来讲话 你还不如去卡位零组件 零组件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因为买NB跟PC的数量 它是不变的 那只是有些人 比如说他本来是今年要买 或是去年要买 我就等到AIPC AI NB出来 我才买 那这个部分是加分 这个部分是加分 可是问题是 它会排挤到旧款 它会排挤到旧款 所以对于整个宏基 它唯一比较大的帮助 或是华硕比较大的帮助 就是来自于它一台它的价格平均涨100美元到200美元 那你只要数量不变的情况之中 你的营收会不会增加 你的营收就会增加 所以纯粹以这样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觉得它会去做过高 但是你能不能带来很大的获利 就像我现在也在看 你这AIPC NB我要不要等第二代 等第二代会不会比较好 那这个就很难讲 可是我觉得以目前而言 假设你要买AI的消费品 那当然就是AIPC AI NB为主 那为什么我只能看到 往前去挑战高点的一个原因是 它从目前的财报来看 它其实比华硕更贵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大家可能稍微留意 接下来光通行的华星光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大家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很爱做短线 短线就是哪边热 你往哪边跑就对了 一窝蜂就是往那边跑对不对 那跑完之后就快散 就快散出场 就像昨天的散热不是很多 就是昨天今天就被快散出场 那整个华星光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报说 波罗威的董事长在股东会里面说 光通讯今年一定大成长 可是大家会要想去买波罗威吗 不一定 我就市场就只有两种 一个我买低档对 对不对 一个我去追高 追高大家就去买什么上全这一类型了 对不对那你来看4979的华星光 这个是最早被投信点名受惠到AI 可是他的股价位阶看长一点点 不上不下 但是有他一年都赔钱 你无不无准 虽然你无准 可是他的位阶是最低嘛 如果你光通讯好 大家说那就不会太差 所以都就开始去买这位阶最低的 那你可以发觉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这一档个股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有讲 因为他跌到了季线之下 那我们来看最近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他所有的均线的压力都在这里 好那我们现在看他上档上面是不是季线的反押 季线反押在扣这里 还是比现在高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买他 他变成一个标股回升的股票 还需要一点时间才有办法 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就先看跌升反弹过季线到年线 这这个点位 你可以先慢一次 拉回你再回补 所以这两个股要来回做价差 了解 好就华欣光 接下来九成的新日新 轴沉新日新 其实我在最近里面来讲 我实在不太懂00940的换股逻辑 那为什么说不太懂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譬如说 他把3376的新日新 现在是轴沉里面最强 是因为他纳入到他的新成分个股 请问他的一个殖利率多少 他现在两百多 他去年才赚几块钱而已 所以我不论这个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是 大家未来里面看00940的成分个股 你不是要去选殖利率高的 那他选什么 选股价强的 因为他的逻辑就在这里 他把很多殖利率高的踢出去 殖利率低的纳进来 那你就知道他是在选什么 而且他帮很多人在抬 他帮00944抬 所以你不要去选殖利率高的 你要去选什么 强的 因为什么 因为00940跟其他的高股息的ETF 最大的不同 他钱最多 OK 所以他如果买中小型的个股 会不会涨 喊得起来 对 所以你就看他现在是不是就起来了 不然的话以他的本益比他算很高 那因为他这个他这个轴层了 他是大家在期待 明年苹果会不会折叠机了 但是你应该是先期待苹果的AI手机 再来看他的折叠机 但是无论如何 他是不是一个上升股票相形出来了 对 那重点就是为什么不敢讲 他可以挑战这里 他没出量 OK 那所以你就按照这个上升股票相形操作 反正下来 为什么说上升股票相形操作 下来有00940帮你看 你就不用太害怕 好 轴承的新日期来下一档旺细 旺细 旺细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 就是谈到细光子 那细光子说实在的 我就跟你讲 2026年才会开始量产 2027年才会大量 2025年才会认证 可是大家买上全 没贪钱 买波罗威 觉得那还不如买上全 比较活泼 可是如果你以旺希 因为旺希他本身就去跟一个国外大厂去合作 那个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谓的CPO的仪器公司 所以他是唯一在今年跟明年会成长的个股 而且也确定是CPO的概念个股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他是带量上来的 今天是新的阶段的开始吗 以量 我个人觉得我们来看KD指标跟量 以量我是觉得微幅不够 KD指标也没有过高 所以他的一个个股上面而言 他其实是什么 也是上升股票相信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这一档个股 目前还是多方 那你就是他的轨道线是在哪里 月线 所以你就以月线当作你的操作参考 OK 继续旺希 好 来下一档连帽 连帽 连到这一档个股呢 标很标 停停停很久 今天又很标 对不对 来看这一档个股 今天有表态了吗 那今天有量对我们把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技术面上面的一个教学这个是不是叫三角形收敛对那今天好像以多方开始表态了对如果纯粹以技术面而言他就是告诉你我这是底 我这是小底完成嘛 他这边是不是有个小底对三角形七形整理完成那带量他有带量这个去做突破那是不是在技术指标也是50附近又上去所以这个就多方那至少可以挑战这个高点大家是可以稍微去做留意的OK这同伯基板的连帽下一档机器人的索罗门就索罗门大家说索罗门很会索对不对很会索涨停但说实在索罗门公布四月份的获利只有0.1 多啦可是你说这种标股就不要看他资本面我就跟他讲那问题说这种标股那就看这看什么看KUSA对谁那个主力落跑了你就要小心嘛那我觉得这一档个股上面来讲话如果以KD指标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空手的人就不要再追了尤其是在明天如果回答财报很好的话你不要追为什么他这乖离已经明天会如果再往上跳他会到极致OK 第一个他乖离到极致那KD指标呢现在已经 到92的84再往上跳会到95那极致就是99100啦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你真的要把所有的资产缩哈到这一个目前EPS在今年里面来讲话就两块三块的股票嘛那你真的要付出比较大的勇气啦那我觉得这一档个股上面来讲话乖离太大然后量人上面而且越来越少 有没有看到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这个个股上面就是沿着五菌线操作破五菌线就走人是或是你出现了巨量式的长黑K假设明天有人落跑巨量式的长黑K隔一天开地走丁你就走OK然后就不要等五日线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好但是机器人还有没有题材怎么选股等一下我问盛景老师好这是索罗门接下来光学族群的金国光对因为金国光我就跟他说现在里面大家讲机器人要不要眼睛要 机器人要眼睛四年前就讲了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又开始讲镜头呢 就是因为CHATGPT里面Fallall的部分他是有视觉他是有情感情绪的部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这种股票你看像我就跟你讲现在大家都选这种要么是这种半天大家不要突然飙起来的可是你看他今天是不是爆大量所以今天出大量乖离很大就以今日的低点这个或是这个缺口的下源当作你出场参考价因为我就跟他讲说不管是你是CHATGPTFallall或是你是机器人 他会要一段时间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用金国光的我告诉镜头未来只会越来越便宜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大家可能在这里面有题材性那可是你自己的操作就是按照技术面今日的低点一旦跌破你就走人了解好金国光来下一档富士达一样轴承轴承大家说一个是新日新一个是富士达到底差别在哪里其实新日新主要是在苹果里面来讲还是iPad 跟Notebook为主对那富士达他主要的部分是在手机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有一点点可能你们不知道他其实如果你硬要讲他是机器人概念个股他以后也会是为什么因为富士达这现在里面他稍微去做拉回是因为他拿不到晶片那拿不到什么晶片大家知道吗他要做AI伺服器滑轨就是窗户一模一样对那滑轨你也知道吗就就是机器人的 一个一种东西所以他未来会做AI伺服器的滑轨所以他会进入到AI伺服器那第二件事情华为为什么他这边会跌这个因为华为上次我们在这边讲我说我在大陆我没有看到华为的折叠手机新的我只有看到华为的汽车那第三季大家会看到华为折叠式手机几折重点是几折三折三折不是对折所以他会三折所以他跟整个一个因为三星也 也出现有三折跟那个两折的所以他会出现三折在第三季那你看他股价也在低刚刚刚刚刚叫你要看投信投信可能已经知道有在投买那这个部分至少是在低机器你自己可以去做留意因为他今天也很强OK好富士达来振兴然后再过来振兴今天振兴跟建大都好强哦可能所以我就说在最近里面来讲话整个一个台北股市的传产个股它轮动的很快速 那振兴当然他有一些的业外了不过你看看他今天这样飙起来就爆量那我说爆量一步二看三准备对一样就是我只要爆量我就是已经的低点跟这个缺口当做你的出产参考价但是我会认为以他的获利如果你真的要去追六十块钱以上其实你的风险蛮大的因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整个一个轮胎我们不管他的一个所谓的业外好了本业是有好转但是也没有转到说 你需要买到六十块钱以上所以我觉得这档个股上面来讲就不适合你去做过度追高好来最后一档我们看人保刚刚就讲到人保我为什么谈人保就是说品牌公司我一个可以多卖一百块美金跟两百块美金营收有机会上来对那你组装公司呢组装公司你买AIPC你就不会去买传统PC嘛那你怎么办那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AIPC 因为他会用到HBM这些记忆体比较多是不是复杂度会比较高给他比较高的一个毛利或是人保你要去做转型那如果是的话那当然可以那你来看他的图形有没有发觉他的图形跟宏基有时候像就是他们两股性都一样都比较属于牛皮股但他的量没有像宏基这种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一档个股上面来讲的话宏基还可以看一下那我觉得这一档个股上面因为他还是属于组装公司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除非你真的是买安全对就是买安全不然的话在明天里面的前高附近就不要过度追高了解精彩了谢谢曙峰老师请先回坐这是今天的热门股而且这只是热门的指标股今天带动了族群都有网上功德力道所以我们要延伸下去如果这些指标股还在网上接下来电子金融传产领头羊会是谁谁有机会母鸡带着小鸡 休息一下 谢谢老师告诉您